粉絲 政府憲德 學生報奠 政府憲德 學生報奠 退回埔貿 捍衛台灣 退回埔貿 捍衛台灣 我們在中間大學發起學院智bere�user 我們希望學生能夠自動的 透過民主決議的方式 讓在課堂上表決 然後走出教室 然後我們也希望說 因為支持我們的老師可以透過停課的方式 一起讓學生走出課堂 然後來到這裡 校方一直對全校師生理性的參與 跟討論公共議題 都是表示尊重跟支持 這一次本校的學生 選擇在校園也做反服貌的 這樣子的集會 那麼我們希望同學們 能夠本於愛護環境 跟校園的精神 好好做自我管理 校方都不會有任何的安慾 而且於支持 我認為學習不只在教室裡頭 那在教室的外頭也是一個學習的方式 尤其對這個符貌的議題 我想作為學生的 這個議題會影響 您將來的很多很多的年 很多的將來的發展 所以主動出來去關心這個議題 讓更多人知道這個事情 對自身的影響是怎麼樣 我認為是非常對的一件事情 貿對台灣的影響 你是從表面 你從文本上面 你從整個50 整整51頁福業貿易協定 你是看不出來的 今天問題最大問題是在於說 台灣全島 全島對中國開放的 境外 跨境提供服務 可是中國對台灣 並沒有全部都開放境外提供服務 他們很多項目是受限制的 如果說我們真的覺得 如果福貌是勢必先不可化 又面對這種狀況 我們應該要做的事情是 做好台灣 台灣政府這邊自己 要做好它的監督機制 我們的憲法因為擔心 我們沒有辦法每一件事情都 自己說 然後自己同意 所以它只好在制度上去做一些設計 比如說它就要求我們的這個 國家的權利就是大家現在看到的 立法院行政院跟監察院這些劃分 不是嗎 但是無論如何這些人的權利 還是要得到我們的同意 然後它也要遵守所謂的民主原則的要求 這個才是我們憲法當中 他說的那個民主的概念 憲法徵權的條文裡面 針對我們跟兩岸的這個 這個人民的之間的權益物關係呢 它特別授權說 我們可以用法律特別來定 但是這個條款大家去看的時候 大家想說 有啊我們立法院已經定了所謂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但是我要請大家注意的是 憲法它明白的講說 你如果政府今天要跟去規範我們 就是我們跟大陸地區的這個人民之間的 這個權利義務關係的時候 一定要用法律來定 那大家都只會看到說 它一定要用法律來定 但是大家忘記一件事情說 這是我們憲法它都明白的把這個權利 只有給了我們的立法院 也就是說只有立法院它具有 決定這兩個地區當中的人民的權利 關係的內容是什麼 所以呢 你都要回到我們的這個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去看 所以它就在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我們立法院自己要決定所有重要的 跟這些所謂的權利義務有關的這個事項 那我們的政府呢 它最喜歡拿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說 欸抱歉喔我們立法院真的做了這個 然後我們也的確按照裡面的條文 去就是它有授權給我們說 我們可以怎樣怎樣去做 那在這個首先我要先說 這個條這個憲法只有授權給我們立法院 那立法院可不可以再把 我們法憲法家要做的事情 再轉給行政院 政院是禁止的 你進口韓國汽車或進口 中國的汽車或日本汽車 有沒有什麼文化障礙或是語言 沒有 車子就車子進來 但是我們這個服務 因為我剛剛講過 跟日常生活息息相關 所以它會怎麼樣 它會形成一個進入市場 我剛剛講這個福茂 它強調是市場如何開放 然後這個服務業又涉及到進入市場 我這個要進入對方市場的一個天然障礙 什麼叫天然障礙 天然障礙就是 這個因為我要提供服務 所以這個服務又是跟日常生活息息相關 所以這個天然障礙的行程跟什麼 這兩國之間的文化 語言使用 生活習慣 這個差異決定了天然障礙 所以馬英九當然搞不懂 馬英九他講說 為什麼台灣跟紐西蘭在簽經濟合作協議的時候 也開放服務業 為什麼大家社會沒有那麼多的關注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才會講到 我們在簽任何國家在簽自由貿易協定的時候 必須遵守三個原則 第一個原則是什麼 要對等 這個對等不只是簽的條件對等 我剛剛講我們簽的市場開放條件不對等 第二個很重要 這個對等是制度要對等 它是一個威權體制 我們是一個民主社會 這兩個體制也不對等 經濟規模要對等 我們這個我也不必講 我們經濟規模也不對等 在這一種那麼不對等的情況下 你也難怪 反彈的聲音那麼大 我們來講看 她的聲音